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6日 今天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 行长崔滨州接受审查调查 什么意思又抓了一个贪官 只不过这次的贪官是在银行系统 银行系统每天都是整钱的 这个在这个领域里是贪官无力的一个老曹的 也是一个这个大本营啊 经常抓一些贪官 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没什么奇怪的 关键是抓到中国建设银行 这是我这个就富想联品啊 也许我想多了 没有什么这个直接的一手材料 只是看媒体啊 那么这个叫崔滨州的 是汉族1958年出生了 湖北襄阳人啊 1976年参加工作 82年那个坐上共产党这个贼船来 坐着这个贼船 你别看红船从家定出发了 有的人这个坐上这个船 上半厂是单管 下半厂就就坐牢了 就像那个船一样庆服了 谁能载舟也能复舟啊 就非常有意思 这个崔滨州就出了这个事了 这个根据媒体介绍他的个人简历呢 96年的3月到99年的1月 任中国人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这个99年到2007年 就任建设银行 湖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一简条 为什么能犯错 为什么会犯罪 那不就是由于权力太大吗 又是党的书记 又是银行的一把手 不犯错才怪的 是不是 你只有分权制衡 互相监督啊 你才能减少这个腐败的空间 你否则建设银行 湖北这一个一亩三分地 那不都是老催手了算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建设银行啊 和一个人物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物可了不得啊 也就是人们都非常关心的 王岐山的 王岐山 1988年以前 曾经在这个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当政局级的研究员 后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联络是职务主任的 再往后啊 这个是发展研究所的所长 在1986年 出席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 墨干山会议啊 1988年王岐山获得忠勇啊 先后任这个 任命为中国农业 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一年以后 就当中国人民银行 建设银行副航长了 你看 93年6月出任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航长 94年 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当作书记 也就在这个期间 就王岐山了不得啊 他推动了什么呢 这个国企的改革啊 也就是建设银行和摩根 史丹利合作 成立了第一家 核资投资银行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建认董事长和职务啊 1997年底 王岐山才转调到地方 出任广东省的常委 副省长 也就在这之前 他很长一段 实际在金融系统 那么金融系统的根据地啊 也就是在中国建设银行了 那么你看这个人的简历 1996年到99年 任湖北分行的副行长被约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八成和王岐山是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银行是 条条管理 从上到下 上不是总行 下不是分行 湖北省很大呀 湖北省这个一二八手的选拔 那肯定得经过 这个总行的同意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根据简历呢 也就是他有 那么一两年的这个交情 人不在时间长短 就看这个对不对眼 说领导喜不喜欢 王不看吕豆 就看对不对眼 对眼有时候就一见钟情 说这当然指男女啊 这个同样是建行系统 这个说不定这个崔冰州 跟王岐山关系也不错 对不对 否则不会在这个期间 任副行长 然后到了99年 那就变成这个行长了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上面有人看中的 那当然接替这个王岐山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 建设银行长这个人 我今天没去查简历 我猜测 恐怕至少是熟悉的 即使不是低系 也是他比较满意的官员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 任中国人民银行 建设银行这个行长的期间 就毫无疑问的 就崔冰州和他有过工作上的交集 那么崔冰州 2007年以后 到2011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陕西省份行 主要负责的党委书记行长 然后又转战到了 11年到12年 又转战到了浙江省份行 又是行长总经理 行长当委书记 你想他先后在 湖北干过 陕西干过 浙江干过 12年13年又调到什么呢 调到沈阳 沈济分部主任 你肯定是上级 非常重视这个人 对不对 不重视不会 这个掉来掉去 那当然 他这个成了一把手之后 就王岐山就离开了 离开了 人都是这样 你虽然离开 假如说 你靠上这条线 即使离开了 老领导也是管党 是吧 到北京办事 请客送礼 拉拉关系 得到重点称吧 踢吧 这次都在清理当中 不是什么谢谢事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人很可能 王岐山的一个部下吧 即使不是嫡系 也是比较熟悉的 这么一个官员 那么这个人 2013年到 2013年9月 任中国介绍银行 湖北分行资深专家 那也就是说是 退二线了 给一个虚指 回到湖北了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 他这个 家案在湖北 到了晚年 就回去 准备退休了 果然在 2018年7月 他就 高老换乡了 原本以为 钱也没少整 这个一辈子都在 整钱 可能自己的口袋里 也分流了一点 这一点 可不能消了 我估计 像他这个职务 这次抓他 肯定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 这个腐败问题 获人驾驶 没有腐败 人家不可能抓他 第二呢 内斗失败 那内斗他和谁斗 对里面是谁 就很难讲了 我们知道 这一次在博鳌论坛 这个王岐山上去 进行了一次 精彩的表演 显得很不正常 慌里慌张的 给我感觉好像是 很胆怯 给我感觉好像是 是不是由于 这个 这个董洪这案子 因为董洪和 王岐山的关系 更密切 是王岐山的大秘 已经抓了 这个有一段时间 到现在位置 还没公布案情 你想他腐败 贪那些钱 没有给王岐山 我就不相信 是不是 要如果不给王岐山 王岐山怎么变成了 这个金刚不坏神 我们知道 那个郭文贵爆料 已经讲到 王岐山在海外 是有事 不太清楚 他讲那些情况 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 俗失 但是肯定是 海航集团表现不正常 一个是你说 这么好一个 集团 这么有名一个企业 体量都很大 媒体吹捧 那都是了不得了 忽然间 这个一点点缩水 最后破产了 这个已经都没有了 现在啊 而且 王岐自死也不正常 对吧 哪有这个中国的 这个民营企业家 这个跑到人家法国去 一下跳到一个高墙顶上 再下去 是不是 到那上去拍照 他是喝了酒了 还是中了 歇了 很不正常 对不对 而且王健死完之后 家属也没有发出声音 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详细的报道 就是郭文贵的爆料 爆料了 对不对 那么接着又发生了 这个孟宏伟 突然就又抓回去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 孟宏伟负责善后 关于这个王健的事 最后为了限制执行范围 也给他找了一个 秦成监狱待着 就很难讲了 所以中国这事 都非常诡异 正因为这些事情 本身不透明 才招致了这个舆论的猜测 是不是 总之我认为 海航的结局不正常 在玩我们的智商 好像我们都是渔民 什么看不透 你想如果没有郭文贵的爆料 我相信这海王不会有今天 王健更不可能死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王岐山这个故事 这个背景太深了 谁太深了 那同样的 现在突然间对他的部下 进行一次大的清晰动作 有没有可能他的对立派 或者是习近平对他 一方面使用另一方面 也开始就是 要进行一些处理 一边应对反对派 因为习近平要连任 对不对 要想搞宗生之 你想肯定党内很多元老 过去十八大王岐山大任书记 整肃那些人 反弹非常厉害 有些人就要攀比 你抓我跟他复败子不抓 说那习近平有没有可能 说压力太大 没有办法就要丢居保帅了 说就要断臂求生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很难讲了 政治上的盟友 没有永远牢靠的 你何况他的对立派 有很多可能遍布在宗基维 或者在这个湖北省委 就发力来证他 这也很难讲 现在湖北省委 属于是英勇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一般来讲 银行系统整一个人 都是从上到下 好像地方干预少一些 这个事还是宗基维的事 还是商品 那商品究竟在 随意在这下这么大的动作 有没有可能 这个阿泽和王岐山有关系 这还靠将来 官方的这个公布了 是不是 本人不过是就随便下踩 这次声明 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信息 完全是我的一种猜想 那么今天的海外西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